NAMASU 又到了各位最不想看到的節目 但是心痒痒又怎麼樣 每天要按時收看 那邊看就邊罵 跟死老船長 對不對 太好了 我就是要你罵我 老船長你犯賤了 當然要你罵我 因為你罵我你才會怎麼樣 記得我嘛 那為什麼我要你記得我呢 很簡單 因為我跟你的想法 做法是怎麼樣 180度 截然不同 有一個聲音 很簡單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一輩子都在做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啊老船長 做多嘛 對耶老船長 我們一輩子都在做多 那就對啦 5月20號即將到來 我用三女玉來豐滿樓啊 來提醒各位 當然很多人沒有讀過書 這句話什麼意思 不懂 沒有關係 當風啊變大的時候啊 你有住過山邊啊 你就知道 可能啊雨啊就要來了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你到現在你還沒有聞到那個味道 什麼味道 台灣啊 中華民國已經怎麼樣 政黨輪替了 那麼新上來的政黨 無可厚非 是所謂的綠 所謂的偏獨 這個有任何人敢否認嗎 那除非是白癡啊 那既然是這樣的一個現實的狀況 你就要去判斷對岸 他們對於這樣的一個政權 他們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老船長 那關我們做股票什麼事 當然啊 當然關我們的事啊 因為 我就講真實的事情 路客來台旅遊 從一百多萬哦 剩下十幾萬 未來十幾萬 還要再往下降 一直要到 小英說 啊兩岸九二共識 他認同 那好啦 那如果不認同的情況之下 這些旅行業者 要喝西北風啊 各位去看看那些餐廳 啊 你到比如說南投啊 一些什麼觀光景點 那個餐廳吃盒菜的 都搞一百多桌啊 你說給誰吃啊 我告訴你 中午的時候 大爆滿 路客 遊覽車一台一台接進來啊 哇不得了 但是你現在去看 剩下兩三桌 就是我們怎麼樣 自己的旅客 去那邊要吃的 叫苦連天啊 我們公司 台北市 重慶南路旁邊 本來是怎麼樣 賣書的書局一堆啊 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現在如雨後春筍般 怎麼樣 一間一間改成 哇要給大陸背包客 給路客來怎麼樣 要住的地方 請問一下 現在怎麼辦 給蚊子住啊 各位觀眾 你們覺得這個有沒有影響 再來 大陸紅色供應鏈的崛起 什麼意思 過去它需要你台灣的技術 甚至需要你的資金 來來來都來 來來來來來來 到中國大陸它給你怎麼樣 哇稅率上的優惠 給你土地讓你蓋廠啊 然後怎麼樣 一步一步的 讓你整個頭都洗下去之後啊 它開始學習你 我們知道大陸人很會模仿 所以它山寨一大堆 它很快的這些年來啊 就怎麼樣 它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企業就起來 我舉個例子 華為夠不夠大 台灣有哪一個手機廠 可以跟華為拼的 什麼 宏達店 宏達店排到二十名外了 華為之外 大陸還有理想 還有小米 這三大品牌 已經怎麼樣 站穩市場 連蘋果都 三星都不敢跟他們說笑 為了誰的謎 你跟我對抗 我大陸市場不讓你進來 所以 它當然扶植它自己本國的企業 過去沒有技術嘛 都是跟台灣人學的 好啦 那請問一下 華為 整支手機 要組裝這些零組件的生產 幹嘛 過去可能要靠台灣啦 現在紅色供應鏈起來之後 它怎麼樣 它扶植它本土的這些廠商啊 那它本土這些廠商 它就壓低價格怎麼樣 來跟台灣拼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灣的面板產業 有夠慘啊 宏達群創跌成什麼樣子啊 那不要講其他的 只要可以被紅潮 紅色供應鏈取代的 你看看好了 那個營收啊衰退成什麼樣子啊 然後有些公司它就給你搞說要什麼樣 褲藏股 各位觀眾 褲藏股啊 可以宣布然後都不買也沒關係啊 就一堆二百五啊 聽到公司要褲藏股跑去買 大股東搞不好趁機可以出貨啊 我沒有講哪一家喔 反正一家公司是虧損大王 你散戶還拼命在買的 你就是自己要走向怎麼樣 絕路 你不要怪任何人 我從來不會去同情那些怎麼樣 買到什麼天價的那些公司啊 那股票一直跌 跌到十分之一 還要再腰斬的 我告訴你 去買那些股票 輸到龜齡高傾家蕩產的 我從來都不同情 因為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啊 你跟他講說 這家公司已經不是原來的那一家公司了 以前很會賺錢 現在很會賠錢 他還要去買 我不管你用任何理由 甚至搶反彈的這種理由 我告訴你啊 沒辦法 現在檯面上還有非常多的頭顧老師 還每天在表演做多啊 台北股市跌了800點了 漲了一咪咪的反彈了 就告訴你極為弱勢啊 大家在等520 我剛才前面已經講了 他不可能對於一個不承認九二共識 而且政治的立場完全跟他相反的 這樣的一個對手怎麼樣 來扶植他 頭上壞了 他一定是想方設法來怎麼樣 打壓嘛 各位你要懂這個道理啊 所以今天就算小英說九二共識 我跟你講對岸也是怎麼樣 不會理你啊 表面上也許理你啊 你講這個很棒啊 我對不對 服帽後帽跟你談 他跟你談啊 不要跟你簽可不可以啊 我認為他始終就是要怎麼樣 讓你很難過很難看 因為他想要統嘛 這邊如果想要讀的話 就是不可能會有共識的 你聽得懂嗎 所以九二共識當然不存在 我指的是以新政權來講 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講啊 對岸一定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那小英這邊一定是講中華民國 不要講台灣國 對不對 不可能是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怎麼可能會有共識 對不對 所以 經濟上 連續十五個月出口衰退 已經破了金融海嘯的紀錄了 經濟上已經完蛋 然後呢 對岸怎麼樣 用各種方式 旅行業這邊 讓路客不能來 哇 經濟重創啊 你不要以為沒有影響 你到市場上去打聽看一下 然後呢 再加上紅色供應鏈壓低價 然後怎麼樣 搶單 各位觀眾 這兩條一下來 我告訴你啊 這個盤喔 不崩喔 那是不可能的事 什麼時候崩而已啊 你不要再幻想了 聽得懂嗎 我是最務實的分析師啊 我們分析師應該是很客觀的去怎麼樣 分析政治面 我本身沒有什麼立場 馬英九當總統 小英當總統 對我來講 我沒有什麼喜歡或不喜歡 隨便 我只知道 誰來當 兩岸之間的關係 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看馬英九當也沒有多好啊 十五個月衰退啊 哇好 對不對 所以各位不要認為說 你一定是什麼藍的 我跟你講 我們在這個土地上 從小就是藍綠 統獨 煩不煩啊 對耶老船長我們都煩死了 對 所以各位我在這邊再相強調喔 我沒有什麼政治立場 隨便 我只會分析 我不會站哪一邊 我也不可能站到對岸去 我也不可能站在怎麼樣 現在政府或怎麼樣 誰當我都不站 因為我覺得我要客觀 我有客觀的分析喔 對於收看我節目的電視觀眾 你們喔 才有機會避開未來的大股災 現在距離520 倒數幾天而已啊 對不對 已經在final countdown 倒數計時了 居然每一天你看節目 還是一堆的頭顧老師告訴你 他要叫你做多單 他的多單是怎麼樣獲利了結 一堆一堆怎麼樣表演給你看 其實他們的會員都輸死了 因為這個盤擺明的就是這樣 你們有眼睛不會看嗎 那這些人跟怎麼樣 所謂的詐騙集團車手 是沒有兩樣的 不要以為他穿西裝打領帶 他就不可能是車手喔 車手在全世界各地分佈喔 在各個行業都有喔 對不對 你是他的會員 你都輸死了 他在節目上還每天說大傳表演 請問一下 你的老師是不是車手 我講這個話 非常的客觀 導播 進廣告 恢復復家園時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沒有錯 沒有錯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 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虛勢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顾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顾 0223898689 23898689 非常好 各位不听我的 满手的多单 持股满档带上涨 所谓何事 哎呦我看好小音啊 你看好小音 哎呀利空出镜了 我跟你讲这些头顾老师 每一天都这样子告诉你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一直要大家在520之前 把股票卖光光 你不喜欢做空没有关系 你把股票卖光光 你跳出来旁边看 520后 老共那边没有呛响 没有更进一步的措施 你再慢慢来股市做股票 请问你你有什么损失啊 这个是完全没有损失 那就对了 那老船长 520前我们满手的股票 有什么损失 你问的好 520讲完之后 如果对岸呛瞎出动作的话 我告诉你股票市场不是哦 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啊 绝对往下砍的 你说大家冷静啊 不要砍 那你不要砍啊 你就挂在空中啊 对啊老船长 你讲这个有道理哦 所以如果是那种比较坏的情形 开始往下砍的时候 你满手的股票 你完蛋了 所以你要做怎么样 聪明的人 还是你要做笨蛋 你自己选 何况我们自己本身的经济 人家说股市嘛 是经济的橱窗 你们都很会背 都朗朗上口 现在经济这么烂 烂透了 林全还没上台 就说连1%可能都保不住了 各位观众 1%保不住啊 你看股市要跌到多少点 两岸可能又要走对立的路线 回到阿扁时代 你说这个盘要不要下去 我就很客观的分析嘛 你可以看完我的节目 对不对 我就偏要做多 那我没差嘛 你做多没关系啊 你尽量买嘛 反正我知道你很有钱嘛 对不对 我空军 招募中 不理他 对不对 老船长你看你是什么啊 你这个专案啊 我看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非常好啊 我本来就设定 100个人看我的节目 只有两个人会相信我嘛 然后只有最多最多一个人会怎么样 参加我嘛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 更何况是在股市 脑筋清楚的人 本来是少之又少啊 所以人家常跟你讲 人多的地方 你不要去啊 台面上这些 不是都叫你做多吗 因为已经跌得够深了 叫大家不要怕 520后啊 太阳还是会升起来的 那个叫做利空出境 那些啊 做空头的 空头言论的 都是在害你 害你把股票杀在低点 对不对 他们会讲的话 我都会背啊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好 如果520后开始狂跌暴跌 那一群人啊 跟车手没有两样的 他们会跟你怎么说 你知道吗 他们会说 哎呀 这个地方啊 难得的怎么样 超级低点 这个地方超跌 财哥对不对 讲法都一样啊 超跌要赶快买啊 各位观众 你拿什么买 你拿什么买 然后在电视上表演 我叫会员这个地方 当然要加码买进 我讲这些人 每天在鬼扯 会员都输死 没有钱了还买 老船长 你把我们的心声都讲出来了 那你赶快离开那个车手 你不离开 你最后刷存折归零高 你活该啊 像你这么笨 这么好骗的人 请问一下 他如果不骗你 他才是怎么样 十二不赦 他不应该啊 各位知不知道 我就不一样了 台北股市520之后没事 利空出尽也好 老贡这边也释出善意也罢 我们假设嘛 幻想 股市开始大涨 请问你 你做多 你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老船长 我们现在卖最低点的话 那之后涨起来了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中间价差 可能不到一根停板嘛 但是如果你不听我的 开始跌的时候 如果是跌停锁 以前在崩盘的时候 跌停锁市 你是卖不掉的 因为你想卖 大家都想卖 外资更是不计 怎么样 不计价的卖 你们知不知道 外资持有台积电几张吗 导播 你知道外资 台积电买了几张吗 你不知道 台积电外资拥有两千万张 你听好吧 耳朵给我拉大 两千万张 外资持有台积电占百分之七十八 那这些股票 它一卖出来的时候 那还得了 老船长 外资不会卖的 对 以前台积电跌到四十块的时候 你去看外资 持股比例 有没有降下来 所以你不要认为 这个盘 不会跌几千点 我告诉你 它只要出台积电 这个盘 就会跌几千点 因为它有两千万张台积电 好了 那你们都知道 美国股市如果大跌的话 那么台积电就容易跌 没有错 外资就卖超嘛 那个川普你知道吗 很多人说他是疯子 但是他有他的魅力 他代表共和党 如果川普的气焰上来了 民调上来了 我告诉你 美国股市就摘下去了 美国11月8号才选出总统 万一美国股市提前下来 两岸的关系又是这样 我们的经济又是这么糟糕 你认为啦 各位观众 八千点守不守得住 当然守不住 我认为是绝对守不住 八千点一破 我告诉你 你只要引动了 外资它很多操盘 它是怎么样 机器在操盘的 设定好程式 到了那个点 就自己点出去 就卖了 那个是不计价的 你就不一样了 你可能融资买的 断头追缴 查封你的房子 好可怕 老船长不要这样讲 我讲的是事实 你可以转台 不要听 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一定要让自己走上那个绝路 你现在先跳出来 我告诉你 利大于弊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不可能卯颜的 因为我们不是神 我们怎么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你要懂得去分析 我这么做利跟弊 哪一个比较大 我相信时间久了 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加在一起 你会成功 了解我的意思吧 因为台面上 我讲空 这个盘一直叠 一直叠 我讲空 它就一直叠 我一边讲 它就一边叠 我准 我对了 你都怎么样 视而不见 把耳朵呜呜起来 不要相信我 各位观众 你们觉得 将来刷存折归零高 有没有资格怪任何人 如果台面上 所有的分析师 都是讲多的 你可以说 哎呀环境啊 那我每天接收到的讯息 都是这样啊 我很惨啊 对你很可怜 但是只有一个台 就是我的节目 只有我一位分析师 做股票的分析师 已经怎么样 告诉你这个盘要跌 而且已经省准到今天了 没有错 很多的股票 持续在破底 你一开始相信我的人 你对照现在你手上的股票 你看差多少 可能差了两到三成 二到三十% 那你到今天还不相信我的人 你不愿意砍 没有关系 未来可能再腰斩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我还很好意 想说各位都受伤了 赔了这么多钱 对不对 然后呢 要你们参加会员 你会觉得说 哇呀再交一些钱出来 你会很痛 然后呢 老船长发了抗讯 叫我们放空 叫我们卖股票 我又犹豫不决 我又不敢动作 人会有这种天性 我知道 所以我想出一个绝妙好方法 你参加我的一般会员 我让你透过这个专案 帮你升级为 我的云顶特别会员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 我们可以专人亲自带你 而不是透过抗讯 专人会盯你 你股票卖光没 你有没有放空 空几张 专人懂不懂 跟抗讯不一样 抗讯发出去 做不做随便你 那你是那种很害怕 很被动的人 你需要专人来盯你的时候 可是很贵啊 特别会员的 会费好几十万以上 你交不出来 我当然知道啊 所以我这个专案 我说过啊 你能够参加 是你的缘分 也是你的福气 当然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张废纸 你觉得一点价值都没有 但是我会把它保留住 这张纸 再过几天 你们就知道 它是价值连城 节目尾声 我真的要讲 我在股市经历过 太多次的崩盘 人一定要客观 不要跟钱过不去 你可以投票 投给这个政党 你可以怎么样 那是你个人的自由 但是你一定要跟做股票 这件事情分开 因为钱这样东西 以现在的社会来讲 是很难赚的 每一分钱 你一定要怎么样 好好珍惜它 我们讲个结论 利大于弊的事 我们才做 现在让你赶快空手 甚至放空 来参加空中补给 一般会员 深特别会员 这个专案到520就要结束了 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我的节目一百个人收看 两个人相信 一个人会动作 我希望那一个人就是你 电话在旁边 五 我真的很希望 那一个人就是你 将来你会感谢我 开始拨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第一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